折抖素的命盤 透過12個宮位 會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的身體通常拿著邊比較容易出問題 只要是這張盤 通常脊椎都不好 最明顯最容易感覺到的 通常是女生 會容易變成 他的骨盆腔可能前傾或者是後傾 骨盆腔容易歪掉 常常看到因為盆腔這個問題 連帶到我們的子宮卵巢問題 我們讓他氣血活化 吸氣吸到我們腰背 呼氣全呼放鬆 把髒血擠出來 打開心的血衝進來 這樣促進一個氣血循環 也可以很快的改善一些我們復刻的問題 大家好 之前跟我泰玄老師錄了一段 跟大家預告說 我們要開始來講解極餓宮 指揮斗數呢 它基本上 其中一個部分的 在極餓宮的血理上面 跟中醫是很接近的 那指揮斗數它也是一個 希望要能夠讓人 生活變得更好的一種數數 透過盤 希望要怎麼去調整自己的人生 那當然包含身體的部分 我特別邀請我的老師李章志 教大家要怎麼樣呢 來調整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指揮斗數的命盤 它14顆祖星分成6個祖核 而這6祖核中間呢 它又透過顛倒盤 拆成12種 也就是說 像 現在所解的這個 天積天涼對拱這一組 那它有可能天積在這邊 也有可能天積在這邊 那它就會顛倒過來 透過這樣子 總共會拆成12種 那這12種呢 基本上啊 可以被認為是啊 它把人的身體體質狀況 分成12大的類別 那這透過12個宮位 會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的身體呢 通常哪邊比較容易出問題 但是呢即便沒有12宮 單純的就盤來說呢 也會讓人知道說啊 你身體主要的結構啊 通常是哪邊 相對會是比較弱的 那當然不可否認 最主要的還是要看你的 命宮跟疾惡宮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呢 把這6大體系的盤 跟大家分析說 它比較容易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而有這樣狀況的時候呢 我們該做什麼樣子的方法 來調理自己的身體 平常就調理的時候 才不需要到 真的是問題發出來了 需要去看醫生 今天呢 我們來介紹的就是這一張 積良對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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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 這一張啊 即便你不是 命宮做天積天良 它12宮 不管你哪一個宮位做天積天良 只要是這張盤 通常脊椎都不好 那當然細節上面呢 可以有一些細分 譬如說 我如果天積天良在這裡 天積呢 主的是骨頭 那天良呢 主的是脊椎 如果說啊 我一顆天良心在這邊 而剛好有一顆 脊椎在這裡 通常你的那個 腰部的那種 這種椎間盤 就會有問題 如果說呢 這個呢 有一顆陀螺在這邊 或者是 你是丙年生 然後有一隻 晴羊在那邊暗合給他 當然這邊也會啦 這邊 你可能是認年生 有一隻羊暗合給他 那這邊有碰到煞心的時候 不管是暗合給他的 或者是直接坐在裡面的 當他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通常有問題的 會是頸椎 那當然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通常有問題的呢 會是腰椎 那不管是頸椎 或是腰椎 當你頸椎出問題的時候呢 你的脊椎自然它就會歪掉 歪掉之後就影響你的骨盆腔 那如果說你的腰椎有問題的時候 它就直接影響骨盆腔 然後影響到上面 你自己的這邊的頸椎 細節上的差異啊 當然是說 如果說 碰到煞心的 除了是位置之外 如果是跟天良碰在一起 那 脊椎的 情況會比較明顯 如果跟天璣心放在一起呢 脊椎的情況呢 會相對沒有那麼的明顯 但是還是會有喔 那沒有那麼明顯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你可能四肢會比較沒有力氣 會有這樣的差異性 但是主要來說 脊椎通常都會相對弱 那你有的人會說 老師可是 我這邊都沒有煞心的 沒有陀螺沒有青陽 火星跟靈星算不算 火星跟靈星呢 當然也可以算 可是它通常都不會是 你一開始很年輕的時候你就發現這個狀況 可能都會比較到後面 那另外就是當有煞心進來的時候 它也比較容易有火星容易發炎 有零星年紀大的時候容易長一點固執 那有的同學會講說 老師可是我這個盤上面 我都沒有煞心 我單純就是積良對控 可是我好像也覺得說 我脊椎外外的不太好 這個是因為 即便你這邊沒有煞心 但是你運線會有煞心走進來 譬如說今年 今年有一隻羊在這邊 暗合了這個位置 所以應該今年很多人 只要這張盤很多人 都會覺得自己的 腰椎這邊會不舒服 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這是因為你還會有流年的煞心 那如果說你本命盤就是如此 你本身這個位置相對就比較差 有了煞 它一剛開始你就會發現沒有煞心 你會因為流年的煞心進來 而每年每年去影響它 每年每年讓它覺得 這邊歪掉眼睛不對一點的時候 久了 你還是會覺得這脊椎不是很好 因為它本來就比較弱一點 那這樣子的問題呢 會出在什麼地方呢 男生坦白講會有一點點影響性能力 但是呢 這樣子的問題 最明顯 最容易 感覺到的 通常是女生 通常是女生 為什麼 脊椎這條線 它可以透過兩邊的肌肉去保護它 那男生因為比較容易有運動的機會 比較容易有練身體的機會 所以當它兩邊的肌肉有練強的時候 你核心有練起來的時候 這個脊椎的問題會相對被小減 那女生呢相對來說比較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比較沒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女生的這兩塊肉 比較軟的時候 那當它整個身體需要靠這個脊椎去支撐 那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它可能因為生活習慣 或是常常做的關係 它就會容易變成 它的骨盆腔可能前傾或者是後傾 骨盆腔容易歪掉 尤其像女孩子 她如果生小孩 然後抱小孩 又很累抱不動 抱不動的時候怎麼辦 抱不動它就會去用自己的身體去支撐 所以我們常看很多媽媽很辛苦 抱小孩的時候會變成這樣子撐著 那實際上是因為她手臂沒有力 所以她用這個骨盆去撐 就用骨頭去撐 那她本來脊椎就弱了 她用骨盆去撐她 或者是年輕的女生 她雖然沒有生小孩 但是呢 她也會因為自己生活習慣 那女生看韓劇都喜歡這樣蹚著 或是這樣蹚著 那久而久之 她骨盆已經弱了 她骨盆就會歪 這邊強調一點就是說 當然大家做這個動作都不好 也都很容易受傷 也都容易有問題 可是這一組因為天生脊椎就比較差 你又再去做這個動作 你就更容易凸顯出來 那這個凸顯出來之後會有什麼呢 女生的骨盆 會連帶著她的整個生殖的結構 所以呢 當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很容易為女孩子帶來 許許多多的所謂的婦人病 會驚痛 或者是月經不正常 或者是不容易受孕 等等這樣的問題 甚至內分泌會失調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啊 很好解決 只要你有很好的脊椎狀況 然後把骨盆這樣調整回來 基本上就可以解決掉了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接下來就請我 泰拳老師 來教大家做一些 簡單的動作跟一些按摩 可以改善這樣的狀況 這個公衛呢 對應了 關於婦科部分呢 就是女性朋友的子宮 那我們再終於講這個子宮呢 有時候常常也包含了所謂的卵巢這個部分 那主要就是這個問題呢 在現在呢 也是很多婦女朋友呢 會產生一些所謂婦科毛病 那我們稍微先來了解一下 中醫在對婦科的這個概念的了解 它除了包含我們的氣血 脹腑 還有我們一些經脈 比如說肝經 聖經 任脈 充脈 督脈等等 都會影響到婦科的問題 最常看到的一些婦科問題呢 大部分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氣自血淤 氣自血淤的因素有很多 有生活型態 比如說習慣喝冰品飲品 瓜果類吃比較多 或者呢 知識不良 什麼叫知識不良呢 剛剛講久坐 久坐呢 心臟的血擋不到下面 下面的血回不到心臟 沒辦法達到一個新陳代謝 一個循環 就容易在我們的盆腔這邊呢 預設住 或者再加上我講的 容易翹腳 翹腳呢 骨盆歪斜 這裡的氣血循環就會更差 所以呢 就會在身體的這個盆腔部分呢 造成了氣血的阻塞 所以就容易產生一些常見的問題啦 子宮肌瘤啦 巧克力狼腫啦 或者說我們剛剛講的歪斜之後呢 造成了這個脹氣的轉移扭轉 就會有生理痛等等問題 子宮前驅後驅等等 在中醫上呢 會對這些症狀的處理呢 我們基本上呢 當然就不外乎讓它氣血暢通啦 在我們這個養生部分呢 我們來針對剛剛提到的 常常看到因為盆腔這個問題 連帶到我們的子宮卵巢問題 我們讓它氣血活化 那大家會想說去運動啊 運動是一個好方法 可是運動有時候是全身運動 你很難重點去放在盆腔 所以這時候你去選擇一些 有盆腔運動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譬如說肚皮舞 那或者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的 成太十三次裡面這個氣血的練習 譬如說三轉周天 它就把我們丹田 分前還有橫切面啊 灌切面 這樣的一個三維空間的去訓練 我們整個盆腔 氣血就容易活化 就可以達到的把這些疾病消除 那整個一改善之後呢 內分泌的調整整個就好起來了 所以一些症狀呢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修復效果 好 再來我們可以利用周恩剛講的穴位 穴位呢 功於復刻呢 有幾個穴位可以跟大家推薦 第一個就是中醫常常提到的 復刻三陰礁 這裡為什麼叫做三陰礁 因為有肝筋 皮筋 腎筋 三條筋脈交匯 所以叫三陰礁 三陰礁這個穴位在我們內懷上呢 三寸 四個手指頭一梁上來 從我們腳尖上梁 四個手指頭骨頭旁邊 這個穴位呢 大家可以去皺按 那你有時候覺得不太好找沒關係 你就在附近這樣找一找 有那種氣節點或調索狀呢 你就可以用一個比較圓潤的氣物啦 或用指腹指尖呢 把它撥動撥開 這樣子就很好 那每次呢大概就是按到三五分鐘 早晚各按一次 再來我們手的部分也有幾個穴位呢 第一個呢這裡我們手大拇指內側這裡 有五個穴位很小 這叫復刻五穴 對於各種復刻產生的問題疼痛 子宮肌穴 巧克力囊腫 生理齊痛 或是月經不調 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生理調整 每天按壓或揉按一百次 早晚都來做 兩手都要做 那還有一個叫女伏穴 女伏穴手上也有 腳上也有 這女伏嘛 聽起來就幫女婿磨福利 第四第五長骨交會處這裡 對腰痠背痛也有改善的效果 還有呢筋痛 腹科的一些問題 菜來的疼痛啊 都可以做一個調整改善的作用 腳上的女伏穴 大概就是我們外懷 大概一寸高出來這邊的位置 它算是一個齊穴 那你就是可以在附近呢 找比較痠痛點 那工法練習呢 我會教大家一招叫做三旋手 它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你在家裡或是在辦公室 稍微站起來呢 然後呢做盆腔的前後運動帶動 它就等於我們前腔的前傾後傾 再加上提我們的擴約肌 對我們盆腔整個訓練就很好 吐氣下沉 吸氣上提 穿出來 是整個盆腔 不是腳上下動 是盆腔的一個帶動 那可以配合手去做一個協同作用 吐氣下沉 吸氣上爪 吸氣吸到我們腰背 呼氣前呼放鬆 可以每次做三十次左右 三十次五十次 早晚有空就做 一天至少做兩回合 這動作很簡單 可以邊看電視邊練習 或是在辦公室的時候呢 不要坐太久 每一兩個小時站起來呢 稍微活動一下我們這個盆腔 吸呼吸呼 再一次喔 吸呼 好 那我們人體呢 一般來講 從背後我們稱作都脈 後面叫正脈 這樣一圈我們稱作小周天 那在盆腔這個部分呢 從慧音穴繞到後面的間椎 繞到腰椎 繞到腰椎後面 穿出來肚臍 正後面大概第四腰椎 穿到肚臍再下來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稱作小小周天 慢慢的帶動吸呼吸呼 透過一個脹斧啊 筋膜的一個牽拉 收縮放鬆收縮放鬆 好像海綿一樣的這個收縮 把髒血擠出來 打開心的血衝進來 這樣促進一個氣血循環 也可以很快的改善一些我們婦科的問題 提升我們的子宮啊 卵巢等等這些代謝啊 然後讓它的這個功能變好 那同時呢 它有一個調整我們的盆腔的作用 以上介紹的這些方式呢 就是讓大家做一些婦科保健的一個方法 那希望大家有空的常常做虛位按摩 還有公法練習 終於開錄第一集 是啊 先造福女性的朋友們 先造福女性的朋友們 對 其實齁 這集講的雞糧對抗這個組合齁 差不多男女生都是 但是女生會特別明顯 因為只要她脊椎比較弱 然後呢 骨盆硬歪掉 那女生復刻的問題齁 就很容易會出現 對 這次先造福女性朋友 告訴她因為脊椎造成盆腔的歪斜 造成了這些所謂的容易看到的 子宮肌瘤 巧克力狼腫 筋痛啦 那包含有時候又脊椎歪掉又喜歡翹腳 又造成肌膜的歪斜呢 就會造成生理痛又更嚴重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角度來講 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怎麼再去做一些脊椎矯正的一些工法 年紀大以後 這張盤的人齁 他如果長期做辦公桌 或者是說他只要不是那種運動型的工作 他通常齁 這個肩部這邊齁 就會有種更輕 這個齁 很好玩 這個在我們的盤上面來看 他還會有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他會有睡眠精神不好 甚至喔 他會有 容易被東西跟到 在命理學的講法裡面齁 脊椎齁 我們人的魂魄是藏在這個脊椎裡 這條經脈不順暢的話齁 容易就會有不好的東西 就我們中醫來講 這條肚脈嘛 肚脈煮羊啊 任脈煮羊 羊氣不足啊 陰氣就過來了啊 對就會是這個樣子 對啊 所以我們常看到那種 宮廟裡面那種機身齁 或是說 或是說有些精神不好的齁 他會出現這種 脖子會往前傾這樣子 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常講的圓堅烏龜脖嘛 對 我自己一直覺得在命理上面 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更好的方法齁 調整身體的部分 剛開始我們會錄一系列 如果呢齁 大家還有想要知道自己 身體上有什麼問題 自己的命盤上 什麼樣的跡象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對你的命盤 我們應該要從 傳統的養生功法上面齁 來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好 謝謝大家 阿藤 阿藤 阿藤